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它可能是sub6的一个补充部分 所以你假设它是一个5G是一个超级英雄的话 那我们就要给超级英雄添加更多的超能力 让这个超级英雄变得更加的厉害 所以这就是毫米波的功能 它其实有很多补充的力量可以补充给我们的sub6 所以刚刚我们的同事给大家已经分享过了 整个的5G的场景 那么我现在看到的就是 首先它是在美国和日本开始的 最大的主要的毫米波的部署 其实是发生在美日两国 但现在如果你看看其他国家 你会发现有第三波的国际毫米波商业化 那么主要是26的这样一个市场 你们也记得我们之前同行提到的26的话 这个频率其实是在中国使用的 而且呢 这同样的频率也用在澳洲 欧洲 拉美和东南亚 印度等国 这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从这个范围来说 这些国家比如说当时从澳洲开始 当这些国家拥抱航米波的时候 其实呢我们用的这个带宽的结合是一样的 也就是不管是基础设施 还是设备的供应商 那其实呢 他们都可以比如说做一个设备 用于所有你看到的26的市场 但是美日两国他们这个频率可能不一样 所以他们可能需要多点时间 但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大的市场 可以从26GSE的市场获益 我们都同意 那现在呢 我们在所有的行业当中打成了共识 想象一下大家很多人说毫米波只能用于某一个具体的场景 比如说固定的无线接入场景 有的人可能会说5G毫米波只能用于这个2B 比如说工业IoT或者是室内场馆等等 那今天早上我们听到了分享 就是说5G毫米波它现在也可以去作为Sub-6的一个补充 用于三种主要的用户案例 包括说左边的固定无线接入 那么主要是用于比如说家里面 比如说在印度啊 固定的无线接入 有一些印度的语言上说 它可以连接超过一亿个家庭 一亿个印度家庭会使用固定无线接入 那么使用毫米波和Sub-6来作为宽带的一个补充 我不需要多说 因为在中国你们的光纤是非常普遍的 所以也许这不是你们的主要用户案例 那从企业端我们也聊过很多 所以我想花点时间讲中间这部分 室内室外场馆以及交通枢纽 以及一些场馆等等 首先呢 在我讲到所有的用户案例之前 我想给大家大致地了解一下 在高通 我们知道高通的话是设备的制造商 我们会关心整个的一个生态系统 那我也非常高兴地看到 华为的老板也讲到 我们有竞争对手 那其实对于大型科技的部署来说 它非常的重要 像毫米波这样的技术 我们会不仅仅有一个设备的制造商 我们可能有多个芯片的制造商 这是一个非常良性的环境 所以重点并不是说有多少的设备制造商 更重要的是有多少的供应商 我们可以看到有超过65家的 世界上的厂商 现在都已经在投资 花钱来去做不同的设备 做5G毫米波的终端 比如说包括手机 除此之外呢 还有毫米波的技术 也用一些其他的互联设备 或者互联终端 想象一下有哪些用户案例呢 比如说像这样的一种会议 比如说刚刚在圆桌团结 讨论环节 我们的嘉宾也提到的 像今天这样的会场 可能WiFi不太好用 因为人太多了 大家都连上去 但是如果你有5G毫米波 5G Sub6的话 那可能就会比较高效 当然还有移动热点 比如说CPE 用于固定无线接入 还有一些模组 比如说摄像头啊 机器人啊 AGV啊等等 那我现在呢 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2C的问题 2C的采用呢 其实在一些国家 是非常重要的 像Pol在开始的时候 提到的一个调查结果 在有几个国家 包括中国和欧洲的八个国家 就是包括了欧洲和亚洲的国家 我们问消费者 问用户 他们在连接的时候的痛点有哪些 那么我们会看到 在五个当中的前三个 都是和这个拥挤有关 比如说下载速度慢 在密集场所 密集场所 蜂窝受限 密场所下载慢 比如说在很多其他国家 包括在中国 法国 德国 其他的地方 他们觉得没问题 但是在密集场所 人流量大的场所 会有痛点 但很多的用户 就宁愿多花点钱 所以在不同国家 大家可能都愿意 花多点钱 来去改善 他们在人流密集场所 当中的连接体验 所以我的想法 就是当大家都想到 毫米波 比如说1.9 2 BPS 那么这些都是 人流量不大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 人流量不大的地方 SUP6就已经足够好了 大家都很满意 SUP6的体验 包括5G 在中国 在欧洲 大家都还是很满意的 但是在人流量大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 Midband其实并不怎么好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为了达到同样的使用体验 你需要在人流密集处 使用好米波的技术 所以我之前就跟我同事 怎么说的呢 就是5G 好米波 它像是手拉手 连着5G 连接5G SUP6 这样的话可以给用户提供最好的体验 不管用户在哪儿 都可以享受很好的体验 包括运动场馆 火车站 购物商场 包括一些户外热点 等等 所以很多的人都用到热点这个词 我其实不喜欢热点这个词 热点就很像是说无线热点 距离很短 大概只有10米的传输范围 我喜欢的词是hot zone或者热区 像华为同事之前也提到 其实在人流密集的地方 你其实可以看到 大家的这个连接可能是100米 但是在乡村的话 可能是千米级的距离 所以如果是好米波的话 如果有热区覆盖 那你们的用户会体验 更高质量的体验 除此之外呢 我想给大家举几个在欧洲的例子 为什么是欧洲的例子呢 因为我觉得欧洲跟中国很像 那现在呢 在欧洲有很多的这些试验 还有案例都是在用5G毫米波的 其实他们的做法 其实和我们中国的三大巨头是非常相似的 在欧洲我们也做了很多的测试 包括B2C 2B2C 还有一些我们刚刚也提到的场景 那么你们看欧洲会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不过比如说之前在西班牙巴西罗那的这个世界移动大会 我们用了这个来自 来说呢 他们觉得这个效果不错 他们想要把它商业化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2B的例子 2B的例子的话 我们在像芬兰 还有些其他的法国的城市 做了一些测试 比如说法国的火车站 铁道 他们想看一下 如果可以使用5G毫米波来做火车的维护 比如说一些高速的火车 比如说像中国普通机场这个磁悬浮一样 他们想要知道怎么样去做维护 或者是是否使用AR的眼镜 来去检查这个检票啊 或者其他的一些过程 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专业摄像机的专业摄像师 我相信像刚刚魏总也提到 其实我们需要去改善专业用户的体验 所以呢我们会有针对用户专门的一个部分 除此之外呢 还有针对专业的视频摄影摄像师的一个技术 所以呢我们会有类似于这个智能手机这样的模块 装在这些专业的摄像机上面 然后那么在比如说未来的法国的奥林匹克会上 他们也可以做一个落地 除此之外呢 在农业在英国 他们也在测试 怎么样把这个植物做一个视频的检测 知道这个土壤是否有足够的水 是否会有一些化肥 或者是有虫害影响这些植物 所以呢他们会有高清的8K的视频 帮助我们知道这个植物需要什么 他们用无人机来做视频的监测和录像 帮助我们知道这块土是否需要进行施肥或者杀虫 那么这些是在欧洲的一些用户案例 那么只是举欧洲作为一个例子 因为我觉得欧洲和中国很像 他们并没有完全的去商业文化 但是很快就会商业化推广了 那最后想我接一下 其实呢5G的毫米波在全世界 有一个成熟的生态系统 在全世界都有商业化 我们也听到很多同行提到有很多的设备 还有很多的基础设施的生态系统 我们知道呢 我们在人流密集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 那当你使用5G毫米波来补充Sub6的话 你知道5G毫米波是用于热区而不是热点 这样的话呢其实是给5G增加了一个超能力 那这样的话呢我想让2G和2B在未来会有更多的用户场景出现 那最后呢我想给大家看一段非常短的40秒钟的视频 是一个增强现实的案例 就是Telecom在意大利的一个项目 用于这个摇滚演唱会的现场 当时你知道有小米手机 还有索尼手机 那么他们之前做了三种不同的智能手机 是在这种手机上嵌合了增强现实 不需要戴任何的眼镜 戴的是这个AR的这样的一个技术 我们来看这个视频的情况 我们来看这个视频的视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